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 我是ET Today房产云副总编詹哥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赖建成 你刚提到就是新庄复诸新的房价 还有他的现在入住的状况 另外一个大家其实也蛮关心的 就是投钱重化区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投钱重化区 我也很喜欢投钱重化区 就是他的住宅环境很好 然后像我去拜访我朋友 他们家楼下就是路易莎什么 我觉得整个接扩的感觉是干净 而且是很适合居住的一个环境 我们谈一下投钱 其实投钱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其实我们刚谈到 投钱跟付诸新大概开发程度是差不多 时间是差不多 只是投钱自办重化税它快一点 再加上因为投钱它没有那么大 投钱大概48公顷 付诸新大概接近100公顷左右 所以投钱它是一个住宅区为主 我们刚谈到重化区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长草的阶段 第二个是长房子的阶段 第三个是长生活机能的阶段 投钱现在就刚好走过前两个阶段了 草跟房子都长 长得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在长生活机能 像詹哥刚刚所谈到了 包括路易莎 包括全联 包括所有的便利商店 包括早餐店 其实都入住了咖啡馆 所以其实投钱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而且它的公园都很大 平常 尤其是周末的时候 如果我们开车经过投钱的几大公园 投钱公园 福美公园 福基公园 人都非常的多 而且都是家庭在那里 那个画面非常好 如果跟我一样重视家庭观念的人 去那里看了会 很美的画面 那我好奇 就是为什么你会选住复读新 不选住投钱 因为当初我在买的时候 复读新跟投钱的价差 差10万 复读新比较贵 比较贵 所以你挑贵的买 不是挑贵的买 是因为我们在那里 公司都在复读新附近 所以我们就挑复读新 那随着这几年景气翻转 因为复读新是因为在涨房子的阶段 被拖到了之前 它房子还没有涨出来 所以它要到 涨生活经能的阶段的时候 还要再往后延一些 投钱目前已经很成熟了 房子都涨出来了 那以投钱跟复读新 过去房价有10万的价差 现在没有价差 现在投钱通话区去年 我们讲均值 均值的房价 现在投钱通话区去年 从第二季开始 它均值目前的房价 不管是中古屋 或者是新城屋 或新推案的房价 大概平均都回来 46到50之间了 回来46到50 那还有几个案子 是超过50万了 我举几个例子 像冠德 在投钱去年第四季 第三季出来的案子 每一户都超过 单交都超过50万 还有一个案子 这个蒲园盖的案子 叫幸福蒲园 在这个地方 平均的均价在 58到63万之间 我讲的是十价登录 十价登录 这么贵 对 我跟听众朋友报告 我们今天来谈的 都是十价登录 不是叫幸福蒲园吗 应该住进去就很幸福 很尊荣感 最贵的 重点是大家也买单 都买单 而且据说最近已经玩笑了 所以我们看到 投钱很有趣 他到长生活 他到长这个生活 经年的阶段的时候 人大量的入住 而且房价还有支撑 所以我们如果以过去 两遍差十万来看 投钱已经开始正常回来了 五十几万 甚至六十几万的成交价 都站稳了 而且今年都还有很多 大建商要来 藏宏要来这里推案 国美要在这里推案 都是很知名的品牌 都是很容易带动 区域房价的凶手 不对 的指标 好房子的指标 所以我们认为 投钱跟富督心都值得选择 看您喜欢哪个区域 也给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做个参考 是 刚才我们讲了 投钱跟富督心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投钱跟富督心 他们都已经经历了 十年的变化 才有现在这样子的地位 跟他这样的房价 甚至他现在生活机能 你看到的部分 但是其实新庄 现在还有两个 很具潜力的 重化区是被大家关注的 一个是温仔军 一个就是新北知识 产业园区这一块 可以请赖董 帮我们讲一下 这两个区块 现在的状况 好 这两个重化区也很有趣 也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个重化区 是这四大重化区 最小的重化区 一个是最大的重化区 A3就是新北知识 产业园区 它这个重化区最小 大概22.6公斤 22公斤 它最小 温仔军最大 温仔军目前是400公斤 400公斤 就大概是 四倍的新庄幅度性大 A3的新北知识产业园区 大概22公斤 大概就是四分之一个 新庄幅度性大 一个四倍 一个四分之一 我们先从新北知识 产业园区 从这里来看 从这个重化区来看 这个重化区大概分 南北两侧 来做一个分野 这个站其实我觉得 蛮值得台北市的民众 期待的一个重化区 因为这个重化区 离台北市最近 我们先看它的 相关的地理位置 它是机场捷运线的延伸 它是A3站 A3站是直达车 直达车 它就是一站到台北车站 大概7分钟 7分钟 7分钟是什么逻辑 我们如果以台北车站来看 台北车站来看 大概一站内会到台北车站 或两站内会到台北车站 房价 不管是新城屋 或者是预售屋 大概均价都会超过100万 甚至到110万 甚至有的到120万 这一站 目前只有两个建商在推 只有两个建商在推 这一站因为7分钟 就到台北车站 目前捷运站出来的房价 推案都大概50出头万 一半 一半 那50出头万是多下来 因为台北车站一站会到的 不是100万就是110万 它一站到台北车站 它就是五字头 而且是头一点而已 那这时候就会有建商说 这就是推捷运过一站 房价少一半 那主要是因为 它是挂新北市门牌 对 它就是因为 可能有很多台北市的民众会说 那就是新装 就新北市的门牌 可是它就一站 它这个跟过去 我们很多在卖房子不一样 比如说 那个信义 右转五分钟 信义计划区 其实是安坑有没有 那个右转十分钟 大南港生活圈 其实是戏子有没有 这还不是你们想出来的 这个业界的传统是这样子 可是这不一样 这是真正的扎扎实实 它就是七分钟 就是一站到台北车站 A3捷运站 另外它这一站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是双捷运教会 它是机场捷运线 跟环状线的双捷运教会 我们如果从台北市的双捷运教会来看 台北市所有的双捷运教会站 每一站的房价 新的房子都超过100万 这一站双捷运的教会房价 目前我们看线上在卖的案子 就是50出头万 有的听众朋友会说 你说台北市 你说新北市 我们说新北市 在双捷运教会城市 经过的城市有新店 有永和 有板桥 有中和 有三重 这每一个城市双捷运教会的房价 除了三重55万左右 其他的每一个城市都超过60万 65万 只有这一站A3站 是唯一五字头出一点买得到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站是蛮值得期待的 更别说 听众朋友都知道了 A3站它是可以预办行李登机 可以挂行李check in 新北市跟台北市就两站 台北市就台北车站 新北市就400万人口 就只有这一站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站 未来的发展会值得期待 可是 我要跟听众朋友报告 这一区可以合法使用住宅的比例是最低的 大概不到10% 可以用住宅 所以这一区我要跟听众朋友报告 未来如果有新的房子在卖 要赶快讲 你不会要讲说物以稀为贵这一招吧 他就是物以稀为贵 所以他为什么说 因为他距离的关系 所以蛮值得期待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 就只有捷运就一站到台北之后 那他还有什么厉害的 我要跟听众朋友说 这一个站 因为它有分北侧跟南侧 它的北侧的土地使用分局 是产砖用地 产砖用地 它是可以合法拿来做办公室使用的 就是以前的移工 移工是只能做厂办 现在是可以做厂办跟商办 所以叫缠砖 那在他的北侧 目前已经有很多企业总部 购地进驻 现在在盖总部了 包括做木地板很有名的柯定 包括夏之 这企业总部都在这里盖了 包括中越的 他们盖的商办中心在这里 都在这里盖 那这里包括我们刚刚谈到 他的对策 包括有凯越酒店 包括有喜爱丹酒店 都在同一个生活圈 红会的iTower 都在同一个生活圈 所以这个区域会带动很多的 就业的人口到这里来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站是蛮适合 你居住在台北车站 一站就会到 两站就会到了 你想要过一站就到台北车站 然后房价只要五字头了 就这里了 就唯一只有这里 但他现在推案不多 目前好像只有两个建商在这里推 目前只有两个建商在这里推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可以给 住台北市的民众 多一个思考的方向 那也还不错 因为在比较少建商推案的情况之下 民众可以很精准的选择之外 他房价也不会因为比价效应 就开始往上跌 对 因为主要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就过一站房价少一半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过一站房价少一半 真的 30平就差了1500万 对 没错 就是捷运过一站房价少一半 就只有这一站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觉得蛮推荐听众朋友 那再来我们谈到温仔俊 温仔俊是目前新北市政府侯友宜市长 在主推的市政行程之一 他搞很久 对 他真的很久 他从实施公告要实施开始 到现在应该有20年 对 因为他历经了很多地方的首长 那过去可能因为这里的工厂很多 因为台湾过去都很小型的架工厂 那其实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压力 跟舆论的压力在 所以推的比较慢 我认为侯市长非常有魄力 他一上来之后 他希望能改变整个 东西轴线翻转的这个面貌 所以他主推温仔俊的行程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回到刚谈的 民众看的有没有开发式房子 有没有长出来 对 开发商看的是土地有没有买到 那媒体看的是 我政策有没有发布 所以是三个是时间点 跟有没有便宜的价格 有没有便宜的价格 这才是最重点 那以温仔俊来说 他分两期 中正路以北是第一期 中正路以南是第二期 以北目前以他公办的进度 是预估2025年会完成 那以南是2026年 目前是这样 那当然公布门的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了 那我们还是要透过这个节目 跟听众朋友报告 目前整个温仔俊 他确实能够开发 要到2025年 所以目前温仔俊 大家比较在谈的 能够推案的 能够买房子看房子 大概就温仔俊 有两个自办重化 一个叫做新泰自办重化区 哪个新 新庄泰山的新泰 对 新泰自办重化区 那他这个位置在哪里 位于在新庄的新泰路 跟泰陵路的交叉孔 那里有个交友站很大 在交友站旁边 那一区 因为目前只有一个建商在推 所以我们就比较快的带过 那区都是商业区 那目前这个建商在推的这个区域 会有办公室 会有饭店 在这个区域 目前就一个建商在推 那目前听众朋友 可以在这里看到 比较多的选项 应该是在往下走一点 在六五快速道路的左右的 六五快速道路 如果是北往南的右侧 那这个区域叫做港泰自办重化区 港泰自办重化区 那港泰自办重化区 就在当地人比较熟悉的是在 大概在六七年前的这个保家机构 在这里推的大概四个大的社区 叫明日城的社区 大概有七八百户 那很快就卖完了 因为当初他在推的时候 刚好是在富度新在最热的时候 所以他的当初的房价 因为我当初本来想去买 有去出价 结果我没有买到 我记得我是出三十五万来三十六万 他不卖完 所以那个时候的成交价 就落在三十三开始卖 到最后卖到三十八上下这样子 那我讲的都成交价 因为这样听众朋友才能够比较感受 那因为他那个时候的房价 就比富度新便宜二十万 所以坪数都很大 六十坪七十坪 那很快就卖完 那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卖完了 后来就都没有再推了 因为遇到景界的翻转 然后调整 所以很常很常在那里没有推 他们就那一整个社区 那个明日城在那边 感觉就真的好像是 四周都无缘的感觉 就只有他这样 可是从去年的这个上半年度开始 有几个建商开始进去了 包括保家机构又重新回来 包括茂德机构也回来 包括柯达建筑跟海岳 合资的这个海岩建筑 在那里也推案了 那去年的推案的效果都很好 去年如果以新装海岳化研来推 大概一百一十一天就卖完了 那也创下当地的新高了 就重返大概贴近四字头的这个房价 所以大概是成交 我如果没记错 大概落在375到39之间 375到39之间 过去因为翻转 所以大概房价落在3233 那我觉得海岩去年来推 就是我们的案子 去年来推房价算是有支撑住 375到39之间有贴到4了 那也因为这样子 后面出来推的这个 这个我刚讲的A5重划区 刚刚那个新泰置办重划区的 新润的案子 有回到42上下 有回到42 那也因为这样带动的关系 去年度下半年度又有八大建商插起 包含保家跟茂德本来就有 那包含我们柯达 自己在那里也买了一块 大概一千瓶的 又再买一块 又再买一块 也是跟海岳的子公司一起 那包含这个新润 也插起一个大概一千多瓶的 华固也来了 华固 固王华固也来了 我觉得华固来对这一区来讲 应该是一个 强行征 就是强行征 因为我觉得华固 我们虽然是同行 可是我们看待他是 看待不一样的角度 我们常常在说 华固在台北市的案子 都是一两百万 一两百万 那我觉得华固选择在泰山 泰山的门牌推案 我觉得对新庄跟泰山来讲 是一级强行征 因为新庄跟泰山人 将会有机会买到华固 唯一一个四字头买到的房价 你干嘛把人家房价讲出来 我们预估 搞不好他卖五字头 不好意思 华固的前辈 不好意思 搞不好他卖五字头 不行 我要卖五字头 那就跟 华固如果是五字头出来一点 也是新北市 价差你补 补到我的案子来 今天就放送这个福利 给地产詹哥老师说的听众 如果听到这一段 你买华固超过五字头 剩下价差 请找赖董补给你 只开放三个名额 要抢要快 一个就好 就只有三个这样 我说因为其实华固很特别 房价在台北市都卖一百多万 他在板桥的华固愈合的案子 也卖到快六十万 这个案子假设 他真的如果是卖到五字头上下的话 他应该也会成为 新北市单价最低的一个案子 所以我认为还是会造成抢购草 造成抢购草 其实我觉得港泰置办重画区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重画区 以外地人来看 他可能他没有 他就没有生活机能 就长房子而已 其实错错错 整个全新庄有四十二万人 我刚谈到他双北市第二大人口 上新庄大概就占了二十二万人 上新庄的这二十二万人 就是挨着港泰置办重画区 他中间只隔着一个六五快速道路 所以上新庄的人都会去买这边 所以你看去年下半年 因为这样的关系 因为主要是海域花园卖的真的是很快 然后房价又往上支撑 然后包括新润的A5 价格也都往上占到四指头 那你说上新庄的房价 到底多少才合理 我们那时候在推新庄海域花园的时候 就是大概37到395之间的房价 那时候全上新庄在推的案子 新庄的门牌 没有一个低于五十万 没有一个低于五十万 因为新庄它确实就有这样支撑的一个效益 那只有上新庄只有一个案子 在卖四十五万上下 所以当初我们在卖375到395的时候 其实房价其实支撑有效果 那我认为其实上新庄的房价比较健康 有民众可以接受 大概落在四十到四十五万之间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房价的一个关系 在整个港泰置办重画区 大建商都进来插起 我们刚刚谈到包括我们柯达 包括新润 包括华顾 包括红果也来插起 那这个都是在今年下半年 跟明年上半年会推 所以我们预估港泰置办重画区 在未来一年内 推案的数量大概会到300亿左右 它会到300亿左右 所以它比较好的切入点是 大概还是可以在四字头买到不错的房子 对 没错 因为我觉得上新庄能够买到四字头 不管是四出还是四尾 对于上新庄的房价 有长期在关心上新庄房价的民众来讲 他应该能够感受到 这个房价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 总结我们这一集讨论的 新庄四大金刚 四大重画区 赖董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市场的区隔 到底什么样的人 他适合买哪一区的房子 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从A3重画区来看 就是新北知识财源区来看 假设听众朋友 您是住在台北市或台北车站 你的家里就是坐捷运 一站或两站就会到了 这是精华中的精华 假设你是在这个区域 台北车站一站内就会到的 一站或两站的听众朋友 你要买一样的生活 就是一站坐捷运就可以到台北车站了 可是你的房价 你只愿意付出一半 那你就来买A3重画区 因为他就是可以实现你这个理想 我们都是站在听众朋友的立场来看 一站到台北车站 房价就少一半 所以也是唯一的机会 卖完也没了 别的也没有 一站到台北车站就一半了 就这个而已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不管是年轻人 或是你是长期投资收租 或是资产 你想要一站到台北车站 房价只有一半 的年轻族群 或者是一般的族群 你就可以来买A3重画区 就是新北知识财源区 那因为也没有什么案子可以选 就两个案子 所以就可以去选择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从后往前谈 谈温展区 就是港菜资本重画 假设你这个听众朋友 你是住在上新庄 或是全新庄 全新庄的区域 那您可能 我们的图像可能是年轻夫妻 可能刚结婚 你可能有一个小孩 或两个小孩 或者是你可能是三代同堂 其实都蛮适合去 找这个港菜资本重画 因为港菜资本重画区 目前推出来的评数 大概就是落在26坪 到40坪以下的房子 那这个就是完全 for在地自住 然后那个年轻图像 成家立业的这个图像 所以基本上 你是住在上新庄附近的 或是等于是南新庄附近的 板桥也适合 那机场捷运线周遭 或者是说住在台北市里也可以 你可能就两三站 还是两三站 到A5捷运站 那你要买到房价四字头 出头一点点 45万上下的 基本上可以到温宰郡周遭去看 搞不好可以找到45以下 42左右的这个房子 就可以到温宰郡的港菜资本重画 去找 那这个手购 跟换入其实都可以 那再来我们谈到投钱 投钱 投钱现在进去 因为房价大概都会贴到5了 那有的已经超过5了 所以我们认为 其实在投钱 其实是比较适合 你可能是换物足的 你可能是把你原本旧的房子 把它卖掉 那换到比较大一点的 或者比较新一点的 就换到投钱来 因为相对来说 它单价是比较高 可是因为它很成熟 很舒服 所以你不是第一次买房子的 或是你手上不是只有一户房子的 其实基本上 你把你旧的房子换掉 来住投钱 其实都很适合 因为投钱它就舒服 大公园 大街道 而且生活经济都有了 你进去就很像在大直的感觉 很舒服 大直 很舒服 我曾经说新庄的中正路 很像中校东路一样 就被网友骂 我们中正路最热烂 不能讲中校东路 复杜新是这样子 复杜新我们是认为这样 复杜新的面向要更广 因为复杜新从过去的大坪数 你可能台北市的房子卖掉 在这里可以换到比较大的坪数 这个图像的人是适合的 第二个复杜新 因为现在新北市政府 也取消一户一车位的规定 现在基本上复杜新的房子 会越来越小了 可能过去不用 现在可能不用像过去 要买到这么大的坪数了 现在坪数可能会比较小一些了 所以我们认为 其实在新中复杜新 您如果 我们是这样对外听众朋友 如果你喜欢新的房子 那未来你的工作 比如说你可能在我们刚刚谈的 这些企业的总部上班的 比如说中央合索办公室上班的 行政院的人 我刚刚谈到的立宝 中业等等 这些企业上班的人 404科技如虹 你可能可以 现在可以提前进来 新中复杜新 看一些房子 那因为您所待的公司 都是比较上游大的公司 他只要一进来 总部这边进驻之后 他的周遭 比较下游的一些产业供应链 基本上都会在这个地方 就进来服务他们公司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乐观的看待 新中复杜新 未来的商业区的办公室 持续的进驻 带动周遭的 这个商业的就业机会的人口 可以来这个地方 来开始看房子 那再加上新装过去 可能蓝领的朋友比较多 现在在这个地方 复杜新他就有白领的工作机会了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来看看 属于您需要 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因为他开车就 10分钟就到台北车站 一站就到台北车站 所以其实坐捷运 一站就到台北车站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蛮值得期待 是 好 今天谢谢赖董来跟我们分析 这么多 新装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 然后赖董也非常直接的告诉大家 不要说新装不如新是鬼城 对 我们不是鬼城 你如果说他是鬼城 你自己来看看 对 欢迎来看新装 欢迎来当新装人 好 谢谢赖董 谢谢大家收听地产站歌老师说 拜拜 拜拜 拜拜